visually好像你最後都疼了他一口 看錯了 角度問題 這個世界 即是他拿對方的臉來抹嘴 他的意思是 即是他不當那個是螢幕的初吻 即是還在 還在 即是我都算了 你為何要這麼強烈地守著這個初吻 沒有我沒有守著 因為他都沒有問 真的要抹嘴 即是導演那個稿 那個劇本裏面是怎樣寫的呢 他有沒有同理 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寫吧 也不是寫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情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哈囉 林家謙 林家謙剛剛完成了 Livewood演唱會 風火聯電 搞到今天還有風火聯電 哈哈哈哈 原來關你的事 你一上來就 還有個魚 黑魚 多了一個 OK 在今次Livewood的音樂會上 很多朋友看到很開心 因為看到除了這四位朋友 都很樂力演出之外 也有很多突破 或者給大家驚喜的東西 對於林家謙的粉絲來說 最大的一個驚喜 一開場的時間就看到 突然間林家謙變成唱跳歌手 我還記得那天在我隔壁 我不認識他 隔壁一個人 他本身是抱著Jer的粉絲牌 就知道他是有份 然後你一跳舞 他在我旁邊大喊 他說林家謙動啊 林家謙動啊 他原來不是死物 他們看到林家謙動 然後我立即醒醒 立即看到林家謙跳舞 有些人喊到 當初你為什麼想著要跳舞呢 純粹是想做一些不同的事 做一些沒試過做的事 你自己提出的嗎 是啊 有些人以為我被迫 想指著跳舞 還有Jer他們經常說 一起跳啊 那我就NO 打背了他很多次 但其實自己都決定自己想試試跳 但也需要勇氣 平時大家都不會看到 林家謙有跳舞 其實林家謙以前有沒有 跳舞的訓練過 這樣呢 對上跳已經是 中學時的聖誕節 還是不知道那些什麼 哦 你都會跳 那就是在三年前而已 喂呀 是啊 你也知道 剛剛也是 Fresh Fre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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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大家 真的喊得很激烈 但你跳舞已經很驚喜 但為什麼會選擇米樽的感電 是你自己選擇的 是自己選擇的 因為 首先我不知道 我跳一些其他中文歌或廣東歌 會 不知道怎樣 但我覺得好像 好像只要跳一首日文歌 事情可以遠一點 不會直接比較到其他哪一個歌 好像又不是正式有一個 米樽跳舞的Version 或者Live可以直接比較到 那我就不如這樣 就選擇日本歌 安全一點 但你本身自己日文是 其實是雙重的挑戰 你又要跳舞又要唱日文歌 我有一刻想過放棄 或者有一刻想過轉錦電做廣東話 我自己填這些 因為我發覺錦電那些日文 不是一般的異記 因為它的段落 首先它的字密到 你要弄好久才 分到這一句 其實是唱這句 這條線 然後它每段都差不多不同 所以是會記死人的 所以我想 我記完這些步驟 我還哪有記憶去記 歌詞 你結果你花了多少時間 去練這首歌 跳舞加日文 一個多月 一個月時間就可以搞定 真的不容易 記步驟和要記歌詞 最不熟悉的字 你講另一個language 還有那個language 裡面可能那些歌詞 你未必太了解裡面的意思 是 是吧 他可能知道中文意思 但你要唱出來的時候 你唸口的字 你唸口的字 你不知那兩個字 可能是在說什麼 不會的了 我不會深究的字 是什麼意思 我一練到我發開口夢 我都會唱 好誇張 你找誰幫你排 我找了一個 就是它不是在行內 經常幫人排舞的 一個朋友仔 都年輕 我為什麼找它 因為之前它跟一些朋友 他們自己自願 排了德倫斯《門線景》的舞 他們邀請了我客串最後一幕 我就參與了他們自己圍內玩的一個項目 之後我想一下會不會找一班年輕人一起玩 因為我始終不太認識很多排舞的人 我不知道怎樣入手 最上次接觸的就是這班朋友 所以就不如找他們一起玩吧 令到全場朋友沸騰起來 你自己跳完唱完之後你自己的感覺如何 或者有看回合 有啊 不停看回合 覺得過關 大家都自己有關 覺得滿意 只不過一再看細節就覺得自己有些姿勢 是不能做得最好 因為我記得這個姿勢 譬如我之前有被人矯正過的 會做得好 但去到on show 又做回之前 不是最好那個 只有七成左右的 通常說on stage 七八成都很好 但整體都可以 另外跟三位歌手合作 Tyson Yoshi 姜濤和阿Jer 你覺得合作後有什麼感受呢 合作完之後 我純粹覺得他們都是傻傻地坐完一台 我們四個人坐完一台 坐完一台 傻傻傻站完一堆 有第二句嗎 有 我印象深刻就是Tyson Yoshi 他和你一起合作了一首歌 《夢遊仙境》 《夢遊仙境》 新的版本 他自己加了一段他自己寫的 當初的合作是他選擇 我想remix你這首《特倫斯夢遊仙境》 還是大家一起聊出來 如何改變哪首歌 還是如何做一個合唱版本 我又不太記得特倫斯在哪個選擇 好像是大家一起聊 但他自己主動提出 我想寫一段新的東西 加上 所以我很感受他這麼投入 他不是單止唱歌的部分 本身歌詞的部分 還有他自己的元素 所以令到這首歌 在林康謙的表演裡 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今年林家冰派了兩首歌 第一首是《神奇的糊塗魔藥》 非常好成績 四台冠軍 第二首派對歌 就是今天我們跟大家推薦的這首 叫做《難度喜歡處女座》 由林家軒自己作曲 《歪文填詞》 另外有雷柏熙編曲 再監製雷柏熙加上林家軒 有《AutoEagle Version》的《難度喜歡處女座》 《AutoEagle》的解釋就是 叫做另一個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個創意 想法 最初其實我自己爭不定主意做哪個編曲 我想了兩個方向很不同 好像兩首歌 因為兩個編曲連拍字都不同 所以 所以 但你寫的時候呢 寫的時候是貼近《AutoEagle》 即是DEMO 慢一點的 輸程一點的 是的 它是本身的構範 我想有現在《AutoEagle》的六成左右 五六成 但最後又忽發其想 又製造了一個電子快板 然後我也不太肯定哪個好聽 然後問Wyman Wyman 其實兩個都有很可聽的支柱 不如你按個薑做完兩個 哈哈哈哈 因為他帶我 I have enough ginger 我還以為我帶你 我說都可以的 哈哈哈哈 你不帶回去 你不帶回去 哦 怎麼不夠啊 我心想了很累 真的呀 做兩個版本 但是幸好他這樣提議 因為我覺得就是有趣之處 所以其實這個主題都很適合有兩個版本 首先現在第一個版本 大家快的一個 其實它好像是一個remix 因為剛才說 DEMO是AutoEagle的面向 但我出了一個remix的快板先出了 就會變成大家覺得快板是原版 對呀 要出線 先入為主了 對呀 然後就出了一個慢一點的版本 令到我覺得從來星座 不止是傳統座 或者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面向 很極端的面向 所以第二個版本叫做AutoEagle 本來我就想說會不會是一個月亮星座 因為其實星座 有太陽星座 對呀 月亮星座 上升那些 對呀 那些 其實我不太研究很多 我在慢慢做研究 我自己的月亮星座又不排除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好像有不同的星座面向 而獨立這個星座 也有一個可能深入一點的面向 有一個是讓人看到表面的面向 所以Y文就說不如AutoEagle 挺有型 就是另一個自己 我想知道當初是否你寫這首曲的時候 是否已經想著說住女座的故事 不是 當初是想著寫這首曲的時候 故事是怎樣的 故事我都是寫給別人的 我忘記 都是有一個年前的 現在自己拿回來唱 那就是Y文要寫住女座 是呀 其實他一直都想寫住女座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最初聽到都很害怕 什麼事 你是不是很討厭 你是不是有很大仇口 然後是否有些什麼你想 發洩 是 復仇 復仇 或者有些什麼過節 不如說一下來聽一下 他原來OK 出去了 我意想不到地他喜歡復仇座 因為很多人不是 原來會說怕復仇座很麻煩 但是他感受復仇座 而且他覺得這是有趣的星座 所以我們就決定寫復仇座 然後再選這個名字 我再選這個名字給他寫這個 我第一次就寫下了一些處女座的特徵 你看看 寫下好像缺點 寫名 看看林家謙 你覺得你自己承認有沒有這些處女座的特質 我認識 OK 外表柔和 但內心充滿激情 內心充滿激情 是不是 不告訴你 說明內心 說了就不是內心 好 細心大方 細心大方 有兩部分 細心大方 兩個都是好東西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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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大方 我喜歡吃東西 我喜歡吃東西 獨食 容易挑剔和神經緊張 挑剔就看看什麼 我其實很多東西都沒什麼所謂 除了一些 譬如音樂和歌詞 就會上身 還有什麼 緊張 緊張 每個人都有 不通常 別冤枉我 我們出去做 你們每個人都有 我一定會比較緊張 因為我最次不見到 他可以做 跟你一樣 無人可以給我們 發生了 scientist 有天 的 霸雷